不服传物人 不怕他 确实 有大型同单款吗 是他的 绿的 拿帽子改的 大哥您送的吧 又拿原集的 我看您要原集 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乐器的名字叫 钟软 叫什么 钟软 钟软 对对对 对对对 在那个 琴海景 给爷查一琴海景 金灵十三胎 哎我要报这个上 是不是更像个话 整个人摩尼兽 讨厌 你得有那个 民族那种感觉 倒聊斋了 什么叫倒聊斋了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听啥时候抽筋 来咱们合作给大伙传一首 民族的 给大伙做一个好的榜片 唱什么呀 以后要出来中国好民族 我是中国好民族 所以吗 哎 咱们来梅花三目 啊 我不会啊 没 很简单啊 后面他 我唱 后面有一段 诗朗诵 我来那个诗朗诵 没问题啊 那咱俩合作一回 来啊 好不好 各位 好 好 好 这说点臭不要脸 注意听嘎 来啊 真是个意思啊 真是个意思啊 我笑好痴情还痴狂 若飞一番寒扯骨 带得梅花不必想 看人间多少故事 最销魂梅花散 最销魂梅花散 都到我都到我都到我了 是吧 梅花一弄断人长 梅花二弄废丝凉 梅花三弄废丝 成羡是不是 我找到那种秋天的感觉 什么秋天的感觉 秋天来了 菊花一开 你看你那个破不期待的样子 怎么了你就是 咱们就是那 那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大伙不要一眼前 指定的好 正确实啊 音乐也不是简单 拿来听的那么简单 你也能破解世界上 很多的谜底 不是音乐还是干什么 我问你吧 你知道世界上 有没有一个著名的 你知道 文学家 思想家 教育家 艺术家 社会活动家 政治家 理论家 孔子 说出来 孔子是多到岁数死的 孔子73岁死的 有句俗话说的好 73 84 延老不叫自己 就是卡 孔子73岁 精神觉术 身体健康 他的死因是什么 这个谁 谁都不知道 谁知道 音乐能告诉你秘笛 音乐能解开 想当年孔子的仗下是三千弟子 有这么两徒弟 其中两个 一个叫燕灰 一个叫磁鹿 一文有 这俩徒弟走在了大街上 发现了自己不认识的问题 跑到屋里问老师 要问问 老师在乌克林呢 燕灰先过去了 那个老师难问你点事 什么问题 不是这什么口音 这不山东屈腹发现一样 你翻译成普通话 老师我们有不会的问题 我们向您请教 孔子说 不必多礼 有什么话 尽量说 我是有问必答 好 此路可就过来 先生 我请问 问问什么 什么样的节奏 最压 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孔子哪知这 对 俩腿一灯活活气死 孔子死不往上 你手底了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别跟他一骂 最炫民族风 这还最炫民族风 别丢人现眼了 最炫民族风 网络口水歌 就我看来啊 艺术水平不够高 值得大庆广众 值得炫耀 你说这话不太高 对不对 大街上口水歌 咱们听着有点俗气 没错 但是 怎么了 这首歌通过这个乐器 通过我的改编 打我嘴里唱 就非常的高雅 我就心疼了 您能把它变高雅了 能唱吗 就用这乐器做 那太好了 咱欢迎许阳唱一首好不好 高雅版的这首歌 今儿就今儿吧 哪儿就回来啊 沧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去山脚下花承开 什么样的节奏 最呀最要白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欢啊 从前会偏了那夏天雨水呀 秋天尘来一声凉乱哑乱 你说午后也有白茫茫的雪 山沐里有青黄金子在风里飘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当年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一样爱着你 听到歌曲都会红着脸躲底 炮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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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炮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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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 bağ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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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做的饭才到你想不想 我从你离开 在千里之外 逃遥已久不见当初的夜晚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我们都在幸福里大道上 只是在人群里多看了一眼 再也没能放掉你路面 如果有一天 我保护所遗余 请你把我埋在春圆里 还能让我一起唱 非语言如风啊 上不及啊 真的上不及